很难让人们对预防感冒和流感感到兴奋 人们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该发生的还是要发生 感冒时通常有两种选择 选择之一是不管不顾 两周后感冒自然就好了 选择之二是仅遵医嘱 两周后感冒最终也会好 禽流感与流感是两码事 我们很乐意在这个重要议题上传授一些教育技巧 专家警告 禽流感大流行可能会使全球死亡人数超过10亿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疾病 当新型流感病毒A在人群中出现或涌现时 便会发生 会引发严重疾病 然后在全球范围内的人群之间轻易传播 流行性爆发由新的亚型病毒引起 或者这些亚型病毒以前从来没有 或很久没有在人群之间传播 历史上流行性感冒引起大量疾病死亡 社会分裂和经济损失 统计数据或历史上的大流行不是想让你感到厌烦 1957年到1958年爆发的亚洲型流感在美国造成大约7万人死亡 1957年下半年首例亚洲型流感在中国确诊 并于1957年6月传播到了美国 1968年到1969年的香港流感在美国造成大约34000人死亡 1968年初这种病毒首次在香港检出 并在当年的下半年传播到美国 2003年我们都听到过SARS 这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的英文磁首字母的缩写 是肺炎的一种非典型形式 除了流感 还有许多流行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因此最好用有关知识武装自己而不是心存侥幸 现在在人类中 55%的受感染者被夺去了生命 这使得它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 地球上影响人类最致命的流感 它始于亚洲 禽鸟如鹅、天鹅和鸭子为罪魁祸首 死于肺炎的禽鸟 它们的肺里充满了液体和血 这种病从野生鸟类传染给鸡 然后传染给人